好回到来讯时间 又到了每个礼拜二 我们经理学人杂志的单元 照例邀请到什么老朋友 也是好朋友 早安财经文化出版社的社长沈云聪 哈喽云聪早安 大家早安 现在要放暑假了 很难得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是云聪他回不了马来西亚了 所以这个暑假基本上来说 都可以听到你的声音 并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之前也有啦 我们就是用连线跟预录的 对啦 其实我觉得今年真的是一个 很奇特的年 任何一个人 不管是哪个年龄层 你回过头来看2020年 面对这个疫情影响 真的是生活 不管在生活上工作上 在哪个层面上 每个人或冲或轻或重 都会感受到 他对你的一些影响 那对于云聪来说的话 就是反正就不能飞 就不能回去 那大家也就在这边 岛内真的是 尾出国尾旅行什么都有 岛内今年暑假应该都蛮热 有闹的 真的是啊 现在我跟你讲 现在真的是 你现在好多的爸妈 才要刚刚开始帮这个小朋友 安排暑假去哪里玩 基本上都已经定不到了 都不用了 直接筛补习班 天哪 这么太可怜了吧 筛补习班 不要啦 我觉得还是要出去走走啦 只是说 可能真的是要订旅社啦 安排什么比较热门的地方 大概真的就免了 反而其实我觉得 也可以去一些比较 少去的啦 冷门的啦 想办法就是说 过来也比较不一样的 相对的今年暑假也比较短 这样子吗 因为我们延后开学啦 对对对 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暑假已经在寒假放掉了 有一部分的暑假 是因为对 延后开学嘛 那时候就先放暑假 对对对 所以我们 含假放完就直接 头痛期间会 头痛期间会稍微少一点 真的啊 否则的话 这个实在是今年的暑假 对很多爸妈来说 也是非常的伤脑筋的 好 那OK 所以我们就今天一样的 来聊这一期的 这个经济学人杂志 好 封面故事 讲到这个大大的一个 英文字母Rage 就是愤怒 好 这个愤怒呢 讲到的应该是跟黑白有关 因为它就是黑白分明的图案 那讲到的是 美国的种族问题 继续的延烧 OK好 所以呢 这是一个大的专题 他这期有一篇 蛮长的专题 Briefings 谈的就是美国种族问题的现况 另外在International栏目 也是一篇蛮长的文章 同样探讨美国的种族主义 基本上 金玄这个专题 我觉得蛮值得一看的 因为他其实有探讨到美国 过去五六零年代以来 路德金恩博士 那至于后来八零年代的 种族批判理论 等等 可以比较完整的概念 去理解美国种族问题 那金玄是说 其实我们看美国种族问题 它就分成两个层次 或者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大家都比较常探讨 最直接的 也就是现实生活中 所存在的各种不正义的现象 那这个现象当然以5月25号 在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的膝盖 压着脖子 最后导致死亡的这一幕 所以黑人长期以来 在美国这个社会处于一个不平等的位置 然后经常遭受到歧视 那这个是整个种族问题 非常根本的一个现象 但除了这个之外 金玄学人点出 在美国的种族种族问题 还有另外一个面向 就是政治 左派跟右派 尤其是最近的这个政治右派 利用族群作为分化的工具 那这个事情当然以7月3号 川普的Rashmore的谈话 为最有代表性 因为川普他在谈话中 他就直接 你说他教堂前面的那一番谈话吗 不是不是 另外后来 后来 之后他在那个 因为那个几个开国元勋的 总统山的等于是 在这个他们国庆日 这个前后的时候的谈话 对7月3号那一天 他就谴责 所以这是极左派 法西斯 那个利用种族主义 但其实当时的同时 川普他自己在推特 有一度还转贴了一个影片 对对对 弗洛伊达州的一群白人 就上主义者去抗议嘛 就还有口号出现 对对对 后来川普当然就说 他没有看到之前的影片 他没看他怎么转贴 所以我觉得他很会乱扯 反正一批根下无难事 所以这个是美国种族主义现象 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 两个重要的不同的面向 一个就是说 他社会上面存在的一些问题 但另外一个就是 他被放到政治领域当中 又被拿来当做 重新另外一种操作的话题 又是被分化 被重复使用 被柔领 所以种族问题 又更加显得复杂跟难解 那这一次的这个专题 其实主要是让我们再看到 Race in America 就是美国种族主义的现况 它从几个面向来切了 首先我觉得 它让我们看到50年来 其实美国的黑人族群 在经济生活上 在所面临的歧视问题上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是啊 你看这一波疫情里头 黑人染疫的比例 其实相较于其他的族群来的高 再来因为疫情的关系 而失业经济受到打击的黑人族群 也比其他的族群来的高 这等于是双重的歧视 或者双重的受害 没错 你看他举一个例子就很吓人 他在两个不同的地方 都点出这一点 他说今天在美国 2001年出生的黑人 在他成年过程中 有三分之一的几率 会跑到监牢里头去 这比例非常吓人 相较之下 白人的比率是17分之一 几率了 17分之一 即便是你黑人 就算你射精地位很高 就像欧巴马那样 但是top1% 射精地位最高的黑人 他这一辈子坐牢的几率 几乎等于美国的白人的三分之一 中下阶层的几率是差不多 所以所以是说你有钱是怎么样 你教育程度高又怎么样 只要你肤色是黑的 黑人的顶尖 还是比起美国的中下阶层 比起来差不多 在犯罪几率上 所以意思是说 你看走在路上 警察可能就特别看你不顺眼 你就特别容易被怀疑 当然最根本的问题还是50年来 整个黑人社群的经济生活 并没有获得更大的改善 所以没有错 欧巴马已经当总统了 然后很多的知识分子 其实也都挺身而出 为黑人族群所遭受的 不平衡待遇所发生 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 其实各个面向的歧视 仍然无所不在的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系统性 我好像跟 我记得我在广播节目里面 跟大家分享过说 前两个礼拜 我看到那个欧普拉 他就是等于是 特别设计了两天的这个节目 跟所有的黑人的精英们对话 讨论说这段时间 接下来该怎么样子去 讨论这个问题 该针对哪些议题 对现在的这个政府来施压 要求改善 他里面你看里面 这个大概框里面 然后这个连线的墙里面 大概10个以上的黑人精英 有法官 有市长 有律师 有社会运动者 有牧师 就是你说黑人现在 没有办法裁身到金字塔顶端吗 也有 那些凤毛麟角的 少住他们的讨论的问题 就是即便已经有黑人 可以突破射精的 这些阶层的障碍 能够得到他们该要有的一些 成就的时候 反过来看 系统性的问题都没有被解决 没错 这个系统性 就是我们刚刚讲了 基本的经济生活的结构 现在美国的这个黑白之间的 income gap 所谓所得的差距 目前为止跟1968年的时代 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应该32%的黑人小孩 长大后还是穷人 穷人很小小 那这个数比率呢 大概是白人小孩 白人家庭的三倍 很关键一点就是 很多的黑人族群 都还是住在 在美国相对而言 比较贫穷的社区 1985年到2000年 出生的这群小孩当中 生活这个叫做社区贫穷率 20%以上的这种社区 也是穷社区就对了 简单讲 黑人小孩的几率是66% 非常高 大概三分之七分 相较之下 白人小孩生活在 成长在这种叫社区贫穷率 20%以上的 这个社区的只有6% 所以意思说白人小孩 比较好命啊 简单讲 那今天呢 为什么我们要谈 贫穷社区的问题 因为它并不是只有 就穷而已 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了 你接下来的翻身的机会 OK 这个本质是来自于 例如这个贫穷社区 当然是环境比较差的 在美国有研究显示 居住在这种贫穷社区的黑人 学艺中的含铅量 会比较高 有多的环境 也比较容易患哮喘 但其实同时 也因此可能 死亡率也比较高 大家想想看 这种环境 这种身体的健康状态 当然直接导致 它的学业 学习也受到影响 所以很多黑人族群 很多的黑人社区的小孩 根本就没有 要持续的念书 所以辍学率也高 那辍学率高 大家想想看 家长怎么找工作 你的薪资是问题 就业也是个问题 所以 加上很多的黑人社区 因为教育程度不高 收入不好 所以你说生活要多美满 也相对困难 有个美金人的数字 他说黑人 每十位新生儿 每十位新生儿 黑人的族群当中 有七个是非婚生 当然白人也是蛮提高严重 但是这个几分严重的 而且这七成当中 他非常有可能 在他五岁之前 他的爸爸妈妈就分手了 所以他一定会落在单亲 甚至是隔代教养的环境中成长 所以基本上这个专题 让我们看到 黑人族群今天所面临的 并不是我们在镜头上看到的 这个样子 以及觉得街头上有这么多人 愿意站出来抗议 愿意站出来为黑人说话 这个问题就可以渴望被解决 不 他相对其实非常的困难 对啊 听起来是更加 就是透刚刚刚云聪讲到的 这个经济学人杂志 整理出来的一些数字 我们可以更知道说 它是一个全面性的 所以当他们去讨论出 这个系统性的问题的时候 你就更可以理解 因为他可能 贫穷的关系导致的是一个 健康上的问题 收入上的问题 接下来是可能未来 连家庭的问题 对不对 家庭美满的问题 更不用讲说 更多的一些在政治上面 因此的相对被剥夺 他的甚至他的选举权 都会受到一些相关的侵犯 好 所以呢 当这个封面讲到 Rage 就是他的愤怒 为什么这次回来的这么的深 也到现在为止 虽然因为美国的疫情 真的是突然之间 猛爆性的爆发 所以好像在议题上面 掩盖住了 这个佛罗伊德事件的延烧 但事实上在美国的社会里面 这个相关的话题 还是不断的沸腾 对于川普 他所造成的一些选情的影响 或者他想利用这样的愤怒 导向另外一个反作用力 这个部分 还是持续在美国社会里面的 继续的发展当中 OK 我们休息 回到现场 好 回到来讯时间 继续和沈云聪 来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好 那除了美国的相关话题之外 我相信美国的话题 在未来这段时间 不管是疫情 经济 种族问题 甚至是选情 持续的都会受到全球的关注 我们也来继续的follow 那接下来讲到的 也是跟美国 但是延伸出来的 就是中美两大强权 现在到底怎么样 过去一直就是 所谓的战略对峙 他们等于是在科技当中 在5G这个战场上面 就已经不断的角力了 那这段时间 因为受到疫情的关系 对中国稍微的 比较快的 从这一波疫情当中 目前看来有点复苏 但美国的话 深陷泥闹 但是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其实这样子的战争 它不但继续 而且更加诡诀 所以最新的状况是怎么样 所以接下来 有这个文章讲到冷战 对 在一起经济学院的leaders 也非常重要的社论 帮大家跟update一下 目前中美科技 它叫做科技冷战 我觉得蛮贴切的一个名字 是 这个用了一阵子 一阵子的 对 那经济学院 他提醒我们 你不要为了 不要因为最近 有时候三不五十五位 传来的好消息 乐观的消息 而觉得 疑惑 觉得疑惑 不用 他直接了当告诉我们 中美科技冷战 正在升高 我觉得更诡异 没错 因为没有错 我们其实现在看到很多的报道 川普打中美贸易战 已经两年了 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 怎么科技也边打边标 中美双方 一边打一边状况也没有不好 去年Apple在中国 每天还是营收 可以高达一亿美金 华为虽然看起来被川普压着打 可是实际上营收还是在创新高 中美两国 不管是在纳斯达克 在纽约 还是在上海 曾教授 股价都还是不断的上涨 尤其美国很多高级股 获利都还是不错的 所以总计两边加起来的市值 这些科技股的市值 已经超过20兆美金 就一边打一边贸易战 然后一边市值还一直在涨 20亿美金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全球所有股票市值 加起来是四分之一左右 20兆 所以有人开始疑惑 可是经济人说 不 如果你仔细检视 过去这两个礼拜的发展 你将会嗅到重要的改变 实际上这个冷战正在升高 先是六月初印度了 OK TikTok 你说抖音吗 对 抖音加上另外五十几个 中国的apps 软体 软体 那这个当然直接的是 中印之间的冲突 延烧 但实际上你把它放在 全球的科技冷战架构当中 它绝对是重要的一招 对啊 是 再来是紧接着六月六号 蓬佩奥 也是说 美国正看起来也是要 ban掉TikTok 嗯 接着来是上个礼拜 英国啦 法国啦 嗯 你看也说要拒绝5G 对 华为 5G 所以 呃 这一连串的事件 再加上再加上 呃 香港不是通过了国安 新的国安法吗 所以Google FB 微软 Twitter 都说暂时停止 与香港的合作 啊 所以你看再这样还有 中国的中兴国际 嗯 OK 它去年 因为中文贸易战之后 觉得我在美国这边 挂牌太不安全了 所以直接从纽约下市 它现在在上海挂牌 预计会有很大的一笔募资 嗯 OK 所以所以以上的这几个新闻 合起来看啊 金银神 你要注意啊 这科技冷战 看起来在接下来还会进一步的升温 嗯 所以听起来就是说 已经从原本比较focus在5G的设备 所以包括中兴啦 呃 这个华为 这个已经延收到软体 所以从硬体到软体 软体这部分的话 就是像抖音 我们刚讲到那几个 什么Facebook啦 Google这些部分 就已经 因为涉及到政治的 言论自由的 资讯的自由度的 这个部分 事实上也借由香港事件开始 然后成为中美之间 科技冷战当中的一个新战场 对 因为他突然发现说 欸 硬体要踩 踩油门不太容易 但是软体 软体 软体现在按照经纪人说法呢 正是踩足油门的往前冲 双方要加速的分停抗力 嗯 OK 为什么 因为在软体 尤其在这样的网络啊 这两个领域里头 其实本来双方的交集 程度就不是那么高 OK 美国的软体去年 只有百分之三的营收 是来自中国 嗯 OK 中国的网络 本来就自成一国 它根本就不 跟我们是一样 其他国家都不一样 嗯 所以 目前的这个动作 其实相对对 实际业者的冲击来说 不是那么大的 欸 所以你这样讲 我觉得搞不好 反而是故意 你知道吗 因为硬体来说的话呢 其实 你说要这些西方国家 通通跟着美国转 通通都禁用 华为中心这些 其实伤 影响还真的是蛮大的 对他们来说 所以其实这些 虽然看英国 开始有一些评估 要要转向 但其他国家要跟 都跟得有点点 犹豫半天 但是你说软体 软体反正你 我们双方的文化 跟这个使用的状况 本来就很不一样 对啊 其实对于业者来说 像还比较小 脸书 顶多就只吃一个香港 对啊 但是象征意义好像很大 但实质损失又比较小 这个其实比较好啊 对然后你说抖音 抖音在美国 在欧洲根本就没有什么 创造就业机会 也没什么工厂 也没有 但用的人多就是了啦 还好 但主要还是在中国 所以美国尽量 TikTok对台来说 几乎不痛不痒 就经济的损失面来说 比较小 顶多是你年轻人会跳脚 挨挨脚 少一个很重要的娱乐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转向 其实中间应该有一些 搞不好是算计过的政治考量 当然当然 而且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网路软体 也都影响不是那么大 例如像其实微软 微软的Office 在中国的销售其实还不错的 再来Google Map Google它本来在中国 所卖的手机本来一直都是用 所以这一来其实是 的确会有很大的影响的 所以如果继续延烧到 所有软体的话 可能有些影响就开始变大了 是 所以但从这里看 你可以看到Google也好 华为也好 目前所采取的策略就是 分头各自要开发替代品 就是我不可以再继续像过去那样 反正大家都是好朋友 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就是我的回向可以使用 但不行 接下来看起来 如果Google Map我不能用 我自己要开发我别的 OK 那Google我要预算说 我少了你中国的这一块市场 我接下来要从哪里 找回我要消费者跟规模 所以这个就会进一步的提高 双方的科技冷战的这个局面 如果说以后 你说那种硬体来讲的话 是讲规格 那这个不晓得它会怎么样的发展 就是说这个华为禁令的部分 会真正是不是其他的西方国家 会继续的评估当中 还是因为软体的战争起来了 因此硬体就可以呼隆过关 不知道了 包括像台积电最近也在要求 打算跟美国重新要求说 你不要一路这样进一进 进到说连我要去帮这个海思 就是华为的下游 去帮他们生产晶片都不行 这部分也在那边申诉 或者说重新要求当中 但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说以软体成为一个新战场 有会不会真的弄到 一个世界里面 就一群人通通都是用 另外一种软体 那另外一群人都是用 另外一种软体 那彼此之间老死不相往来 连资讯的流通都不相往来 但如果这样子的话 会更好还是更坏 好问题啊 但现在就越者的角度来说 他已经没有选择 他必须做好准备 因应这个未来双轨科技的世界 双轨 华为的接下来你要嘛 就是得跟一粒新龙 或者是Nokia去采购 那结果一定是更贵的 那到底可以持续多久 以及未来的策略 怎么因应 其实这些很大的问题 那经济学院最后 你刚才提到像台积电 其实他是说 目前为止台积电也好 Apple也好 这些国际级的科技大厂 并没有明显的 你看不出明显的计划 他怎么去因应这个局势 maybe内部已经有了 不过中央学院说 看起来还没有很明显的 因为看起来都是 好像这边也要有一点 那边也要有一点 对目前是这样子 当然最近有一点顺带提醒一下 我们现在有些人就觉得 哎呀也许年底以后就不一样了 川普下来搞不好状况就不同 其实不一定 你看看波顿的信息 不一定是说川普不一定会下来 还是说 不是川普就算下来 美国这个基本的路线跟策略 不一定会因此而有太大的修正 这点倒是 因为要知道那个 根据波顿的那本书里面的说法 他说其实是一直是国务院要求 要朝这个方向 反而是川普 觉得他要跟习近平当好朋友 对 川普是一个很因人而异的 以他自己个人的利益 或是他当选与否的利益 为计算 而不是以整个美国的国家利益 如果以整个美国国家利益的话 其实反中一直是他们这些年蛮大的阻轴 是不是 OK我们休学回到现场 好回到蓝星时间 继续和沈云聪来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好那聊完了种族问题 这个中美的科学冷战话题 一样的回到一个就是现在也是最主要的话题之一 疫情 好但是疫情我们要给他focus在一个东南亚国家 东南亚国家我最近是有注意到 除了南亚之外 其实东南亚的像什么菲律宾 印尼 其实疫情并没有很平和 也是一样 这个标的蛮厉害的 但是这期经济学人杂志 关心到的是另外一小块地方 这小块地方看起来很佛系防疫 那这个佛系防疫讲的不是从英国开始说的那种佛系而已 这些国家都是佛教国家 所以这些佛教国家是 对这期经济学人很有趣的一篇文章 他就在亚洲的栏目里头的最后一篇 他去谈的是中南半岛的疫情 他就发现 至少就所公布的数据来看 中南半岛的疫情控制的数据还蛮漂亮的 你看越南 首先越南 越南很好啊 9700万人口的国家 没有死亡的病例 对对对 泰国 他比我们还好 泰国至少就数据上如此 泰国 泰国7000万人口 58死亡的案例 但是呢 已经有40件没有本土案例出现 缅甸 缅甸有300多个确诊 67死亡 柬埔寨有100多个确诊而已 辽国19个确诊 目前也没有死亡的记录 当然有用华英特克的数字 不一定是真不一定 不过基本上可以看出 在这几个国家 看起来疫情也没有真的在很严重的恶化 因为要知道真的有恶化的话 这个只是包不住火的 对啊 如果真的死人死很多的话 但你说轻症无症状 这个可能你看不太出来 对 可能就试感冒药就好了 对 但重症死亡的话 这个很难 是 因为要知道 对这些国家来说 为什么特别要focus他们呢 因为相对不容易 就是你刚才讲的 要知道这一块中南半岛 它从上到下 从东 东不是海洋 从北到南到西 都很严重 对啊 它北接中国 中国印度 下接马来西亚 新加坡印尼 其实状况都不好 可是这一块 怎么相对的是比较安全 对啊 而且我们在那个 这一波就前面一波 就美国这一波 很严重之前 像是什么日本放宽 这些很多地方 什么澳纽放宽 其实他们第一个放宽 对象都是越南 那时候大家就突然说 哎呦 为什么是越南 越南这么好 对 为什么不是台湾 就是啊 好啦 那问题是 新选择是有解读出 什么样的原因吗 有几个可能的原因 首先第一个 动作快 尤其是越南 因为他长期本来就跟中国 不对盘 对对对 所以打从一开始就不相信中国讲的话 所以很早呢 就就国门就关得快 所以这个是其实非常重要 跟台湾也很像 没错 国门关得快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呢是 如果以泰国的状态来说 医疗品质好 其实在这个之前 我们有聊过 泰国在很多欧洲国家 就已经是重要的一个 医疗旅游的胜地 是没错 所以相较之下 医疗诊所都蛮普及的 但是去泰国做医疗 好像很多是医美 医美之外 其实 但可能整个都还不错 这其中一个可能性 再来这些地方 人口没有那么密集 而且乡村人口 相对比例比较高 OK 然后 因为这次他们都是大都市嘛 而且 相较之下 比较多的开放空间 就不像我们喜欢 就关在户内 室内吹冷气 那他们很多 咖啡馆啊餐厅 其实都是在 户外的 这也许是原因之一 再来就是 会不会跟这几个国家 都是佛教国家有关 对啊 就是说 可是问题是怎么样呢 佛教 因此 有妈祖有保佑 不是 因此呢 他们打招呼的方式 跟西方人不一样 我们西方人是握手 还亲吻 拥抱 然后中东回教国家的话呢 是真的亲吻到很 脸贴脸 但是这些佛系国家呢 是双手和时 无弥陀佛 是这个意思吗 对啊 沙马迪卡 他文章在就是 他画一个插画 就是双手和时 真的 就减少了 所以我看这病毒 就要一分为二 对 就减少了这个 接触的这个机会 这也是可能性之一 我觉得有点 我想有一点 尤其是其实宗教 尤其你看这几个国家 就是说 先前大爆发的 很多都是从 比如说韩国 从教会开始 中东地区 他是从那个清真寺开始 然后像意大利 他们也是有一个 教会的活动开始 从这边爆发出来的话呢 我想可能就是跟 群聚 这个很明显 跟宗教有关 那其他的可能就已经是 宗教延伸出来的 打招呼的方式了 社交 社交文化 其实是另外一个 对 当然了 还是会有人 可能就还是质疑 这些地方怎么可能 尤其你看像缅甸 中国访客人 还是很多啊 你看那为什么没有爆 肯定是不是 掩盖起来不说 然后而且你会不会 也是筛检的样本太少 所以 我相信都有 我相信我们刚刚讲 这些原因 我觉得这个疫情 包括真的你会发现 真的是非常非常 错终复杂的原因 从最专业 最核心的医疗开始 到接下来整个社会 到文化 到这个宗教 到这个家庭状态 然后到包括政治 其实都会是一些原因嘛 都是一些因素 对 所以在这个节目 眼上来看 中南半岛的疫情 来自亚洲的疫情 就相对于欧洲来说 是一个重要的参考 因为我们现在 上个礼拜 澳洲 末尔本 额度封城了 群聚 然后你看东京 的感染 也正在亮出红灯 美国的状态 其实也是 那个严重多了 真的 不应该讲佛系 其实在欧洲国家 有些部分 现在你看他们 每一天也都是 几百个几百个 跟现在 日本东京 就很紧张 也是几百个 比起来 我觉得欧洲的状况 它是另外一种 真正的佛系 就是不是我们刚开玩笑 然后中南半岛 可能跟佛教 跟文明 陀佛的手势有关 他们 我觉得 因为我后来 有跟一些 公民专家在聊 他们大概也就觉得说 两三百人 两三百人 就把它当作 是一种轻症 那如果真的 严重起来的话 也就算一种 自然的淘汰 就用 这蛮诡异 他们其实真的是 用一个比较 大自然的规律 去看待它 就是人类的文明当中 其实每几百年 或者多少年 就会来一次瘟疫 然后做一些 掏喜吧 所以从这角度来 有些时候角度来 你看无情 但有些时候 它也就是一个 自然的循环 还有另外可能 一个原因来 跟人口结构有关 因为像刚刚讲的 这些国家 人口结构相对年轻 那年轻人对于 这个病毒的 抵抗力也相对比较好 抵抗力对好一点 比较是无症状之类的 轻人比较多 有可能 OK好 阿弥陀佛 我们佛系防疫 好我们休息回到现场 好回到蓝轩时经 继续和沈云聪 来聊聊这一期的 经济学人杂志 好所以这个话题呢 来聊聊 欧洲股市的交易时间 怎么样 它的时间 太长吗 对啊 对啊 相较是它 简直是血汗金融市场 真的吗 我倒没有注意到 它怎么样 其实长期来都是这样 我们台湾台股 每天交易的 开盘到收盘时间 就四个半小时 我们只要金融典开盘 稍微一点半收盘 在东京 东京只有六个小时 开盘比台湾还长 美国也很厉害啊 美国这么逢波的金融市场 对不对 它开盘时间也六点五个小时 六个半小时 比我们台湾多两个小时 我们台湾这样偏短呢 嗯哼 是 但你知道欧洲 欧洲三大股是 法国 伦敦 跟巴黎 跟德国 德国 从早上九点开盘 一直到五点半才收盘 总共八点五个小时 那中午有没有休息 后面没有 真的啊 为什么 因为它最命苦 因为它又要衔接 雅谷 又要拖到美股开盘 哦 它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才越来越长 对 因为就一直都这么长 因为想说 可以接轨这两个市场 可以同步在同一天 反映到市场的氛围 那亚洲也会可以说 那我要接轨欧洲跟美国啊 那美国也可以说 我要接轨亚洲跟欧洲啊 那我们时间上 时间时刻上不太允许 嗯 难道我们就 要沿到 一路跨跨跨 你看欧洲 如果八个小时 我们变成到晚上都还开盘 也太累了 OK 好 所以欧洲八个多小时 对 所以经济神这期 有先就 聊一下这个话题 所以因为欧洲的金融业者 有一些也觉得苦不堪言 就提议呢 应该要缩短开盘时间 嗯 那他们目前是希望 如果可以的话 延后一个小时开盘 嗯 然后呢 提前半个小时收盘 嗯 得说让交易的时间 维持大概最多最长最长 七个小时 七个小时 但这还是一样全球最长了 对啊 这还是很长啊 如果真的要比 比东京还多了一个小时 那我问你 那这个长跟短 有有 除了血汗 就是工作时间长跟短之外 它有什么样在 市场上面的影响 有有 融窟 或者说怎么样交易 有什么样的影响 是会的 因为因为你如果 呃 时间没有接上前面前后两个市场的话 有些讯息可能要等到隔天 嗯 才能够反应 嗯 就像我们现在 比方说台股 我前一天晚上 美股 哇 今天东西 翻天覆地 对啊 好 那我台股基本上隔天才会反应 那 那就隔天再反应就好了 那 那也 其实是对的 其实对的 就像美股 也可以有盘后含长情啊 对 所以就是 即时反应跟隔天反应 它有 什么样的差别 对我们一般投资者没有差别的 其实 嗯 啊 其实比较影响大的还是市场的当中交易客 呃 跟跟城市交易 的人 那 那延迟一点反而好还是不好 因为譬如说我们如果真的拿 你好像新加坡在选举 他会所谓的冷静期 嗯 在股市当中 对好问题啊 哦 我这个人出什么瞎主意啊 我们就是要热血沸腾及时反应 水清则无余 所以我才问 因为你比我专门 到底好还是不好 嗯 对 所以其实是有讨论 是有争议的 然后有人就觉得 其实 出售短的一个 呃 前面开盘时间延后一个小时 收盘提前一个小时 其实呃 跟前后两个市场的衔接都还是有的 嗯 都还是OK的 呃 但是 其实呃 欧洲这三个大的交易所却兴趣缺缺了 嗯 主要是首先第一个 他还是以服务投资者为主 嗯 因为还是会有亚洲的客人到欧洲去买股票 然后美国跟欧洲之间的前级当然又更密切了 嗯 OK 那所以他们认为呢 这个开盘的时间 其实并不是那么绝对会直接造成血汗工作 时间拉长的重要原因 还是跟你业者自己的的经营方式有关 啊 那你为什么不能轮板 举个例子来说 OK 是啊 嗯 而且我也不太相信像我们股市价是四个小时好了 那这些四个半小时 那这些营业员之后就下班了吗 也不会吧 嗯 就还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做 对啊 对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呃 交易时间短不见了 他的工时就短 交易时间长也不代表他的工时就一定长 就你刚才还可以软板嘛 对不对 就是他们主张是说 我其实说的 我所有的交易还是可以集中在开盘的时间来来来完成啊 嗯 更恐怖还有还有还有盘后 如果你自己这个线上可以接单 他是可以有盘后交易 还是可以有盘后行情 是啊 因为我们看了我们是这样讲说盘后怎么样怎么样 盘后怎么样 嗯 不过现在因为 呃 主要也是因为科技现在已经这么的发达了 嗯 嗯 所以你说过去是因为受限于科技受限于人力各方面的原因 所以我们有有一定的开盘跟收盘的时间 嗯 但其实如果你把这个给打破的话 员跟老师说呃 哦 我为什么不能20小时都交易 嗯 嗯 其实已经没有没有道理 我们还需要敲钟开盘 然后然后每天还是要收盘 所以你意思说如果直接改成全部都现上交易的时候 我网路上买买个冰箱买个冰淇淋也都是24小时都可以下单 对不对 嗯 为什么股票不行 不你这样讲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人家都还想缩短了 你还要把它拉长 这样子还是来到人家吧 你出什么收赌役啊 你这样就成真叫血汉工厂 呀 不过呃 这个其实当然是借这个新闻来来让大家 思考一下 也同学知道一下 其实全球我们每天都在报美股指数啦 报欧股的指数 其实美股跟欧股跟雅股之间还是有一个这个差别 哦是是这样的没错 OK好 非常谢谢沈云中 甚至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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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